拍照的阿帕契姐 横渡长江 展现过人体力的毛泽东 还有正在慢跑 衣服上写着MA的马总统 都被画进水墨山景中 这些另类山水画 都是艺术家姚瑞宗的创作 我的画里面是 不管是影射的 或是直接的业余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种 我们日常生活中 必须碰到的现象 姚瑞宗这几年 积极摄影记录台湾各地废墟 率领大学生踏查全台文字馆 一直以来 他的作品都非常关切社会 和政治发展 二十年前 他以退伍军人身份 到中国景点漂浮拍照 或把自己化妆成黑色奖公 在百尊铜像之间提振布 嘲讽台湾的威权体制 最新作品回顾这些行为艺术 借用刘厄老残游记的谐音 取名为脑残游记 当时看这样的一个行为 好像很脑残 可是实际上他在谈的是一个 很严肃跟深刻的问题 虽然说我用的手法是比较 一言语 比较搞笑的手法 他主要是对于台湾这种 近代这种伤痕累累的 近代史的这种悲情 给予一些另类思考 姚瑞宗用麦克比 临摹中国水墨 加入漫画感的对话视窗 用金箔填补留白处 还用上了女儿最爱的画画亮粉 完全颠覆传统文人画的规则 另一幅高近五公尺的作品 姚瑞宗在磅礴大山上 描绘自己八个人生阶段 就是我在滑手机嘛 我就看过去的一些照片 其实跟所有人的成长步骤 都差不多 所以这种话要谈的就是说 艺术家也是凡人 姚瑞宗的父亲是水墨画家 书法家于佑任经常登门拜访 因此从小对中国山水画 就不陌生 但他认为水墨太过传统老旧 他要用新的创作来凡水墨 因为我长期来的作品 跟政治社会都有一些关系 还有历史发展 那临摹的意思主要就是 针对中国不断删在 世界名牌这个现象 给予一个回应 所以说他们在仿造世界 我来仿造所谓的中国 一路挑战传统的姚瑞宗 用脑残为作品命名 映照这个社会尽意外的贴切